对于小龙女吴卓林 吴喜丽一直都是十分保护的状态 但就在最近 吴喜丽罕见地带着女儿出席公开活动 一袭白衣的老牌女性温碧霞 华丽丽黄色丽服的资深艺人薛佳燕 全身粉色系的杨思琪 再加上红鞋棒身的莫文蔚 精心打扮的女性经营了不少媒体的闪光灯 但是风头还是被一个小孩给抢了去 只见吴喜丽带着小龙女吴卓林 难得公开出席活动 那孩子气十足的吴卓林 穿着一身西装 走出之前阴霾的心情 小龙女落落大方的 和当天在场的长辈交谈 说到兴头上还不忘拥抱致意 在妈妈的陪同下 小龙女大方任媒体拍照 还差一个星期就满16岁的吴卓林 样貌还真是越来越想成龙 刚刚好我的好朋友 过两天要生日了 所以她要求我带小孩子过来 那我说好 那我们不吃饭就带她过来了 不过采访期间 吴启丽并没有让女儿一同面对媒体 任何有关女儿的问题 吴启丽也是一笔带过 跟我一样啊 跟我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 当天林峰也来到活动现场 此前有爆料称 林峰为吴谦宇好至6000万购买豪宅 但是吴谦宇要求在房产证上 加上名字才肯下架 真的很好笑哦 因为真的不知道从何而来 一些奇怪报道 那大家当娱乐一下吧 对没什么好说的 新娱乐在线 香港采访报道 然后在估计下 说警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